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ustler凯森的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咱们今天继续来看10月14号的直播级简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安迪拿到一对K装位加注到了1000 而Stanley汤老板终于是入池了 可是运气不佳拿到了一对圈做了300 安迪的话400推出来 15到15000刀 老汤还是比较稳的 反手我估计会是一个跟注 但是翻后要是没A没K 汤老板可能要花点银子了 跟下来看翻牌 5 把O圈发出来 汤老板中赛了 这个运气啊 安迪瞬间被逆转 但是 安迪应该会稍微警惕一下这张圈吧 因为对手确实有可能用一手圈圈做三败啊 概率还是有的 底值三万 安迪肯定是要做一个试探性下注 这一枪不会太重啊 五千 九千刀 三分之一波 甚至都不到 老汤会直接加注呢 还是说跟注啊 到转牌再说啊 转牌的话 转牌打不打无所谓啊 盒牌是肯定会拿价值的 跟注 安迪现在只能期望啊 对手是一手A圈啊 站上一张红桃三 check 这应该是check check 安迪应该不会再打了 再打吃到家注 这对K就不好打了 安迪过牌 盒牌 红桃钩 一个后门的红桃桶画面啊 安迪不会太担心这张钩 但是如果汤老板再过的话 安迪可能会去拿价值 这样的话 他还是要吃到一个家注 其实我觉得 哎呀 汤老板应该主动去拿价值的 毕竟turn上对手已经过牌了 这一枪开的真的是名正言顺啊 中不中圈呢 都可以打出合牌这一枪了 哎呀 可惜啊 这手牌汤老板啊 一直在慢打 而安迪呢 最终警惕的过了牌啊 省钱了安迪 接着来看这手牌 佩佩老板呢 AK在抓位做了三败 Charles拿到一对钩啊 并没有去做四败 安迪有位置优势 A7红桃 跟住看牌 剩下教授啊 圈十不同色小猫位还是跟了下来 四个人的底持 翻牌 二四八红桃两张 安迪拿到铜花听牌 其他人的话 目前Charles一个超队 排面和教授佩佩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翻前是佩佩在主导着比赛 翻后AK面对三个人直接过了 他知道自己啊 是不可能啊 一枪直接打走三人呢 对手有对子的话 自己在合牌之前很难能赢下来 翻后Charles下注一万两千 Charles下注很少有三分之一波 基本都是半尺半尺以上的打 安迪责任不用说了 跟住 教授佩佩走人 AK会再call一条街吗 应该不会啊 一个bats一个call了 没有必要 好 来看转牌 红桃五 红桃掉出来了 老鱼已经听了死牌 但是吧 他手里又没红桃啊 这看到第三张红桃 他肯定是要打的 做一个保护性下注 不过这一枪 额度有点降下来了 最终合牌呢 翻块7 排面单六成顺 Check 哎呦 这有点难受了 这安迪打上一枪 你说Charles怎么判断呢 对手或许也就是一手什么H&AK啊 带着一张红桃那种 这一枪打出来 我觉得Charles是有可能会支付的 前提是安迪啊 不要打得太大 五千三万 应该是个三万两千刀啊 不到半尺 嗯 三万六千两百刀吗 Charles这句脏话标出来 他是 真的很讨厌合牌对手 开上这一枪啊 因为他知道自己 基本来讲是盖不掉的 哇 他做了 哇 支付之后 这个底持也是来到了15万一千刀 今天晚上安迪的发挥啊 真的是异常的出色啊 接着往下看 这手牌 这手牌 Lawrence K狗起头盘 教授 装位 红桃的 A3 三百刀了一万 最终呢 还这位的 制片人呢 Ryan 圈石 红桃跟下来 翻牌 红桃只有一张 教授拿到顶对 Ryan的花并没有中牌 翻后教授没有打转牌 那红桃K发了出来 哎呦 这变成了NAS和第二NAS听牌的战斗啊 特上Ryan下注将近一个满池啊 教授跟住 合牌 有人要凉了 Goodness Ryan打价值 直接推出Lowin 一个Lowin 一个跟住 底池来到了 216800刀 没办法啊 这种牌被捏在手里啊 99%的人啊 要输光的 另外那1%呢 他压根就做不到这张牌桌上 对击如山的筹码啊 爽了教授 对击如山的筹码啊 爽了教授 拿到AK 8或者是狗 翻牌两张是一张9 呃 这样给到尼卡尔布一个双头顺的顶牌啊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骑兽牌了 哎呀 那转牌一张8 行事逆转啊 教授需要一张K来反抄 合牌 第二张8 哎 这张8其实对尼卡尔布来讲啊 不掉是更好的 教授说哎胖子咱俩这么好的朋友啊 别发第二次了 尼卡尔布说我跟唐老板才是朋友啊 跟你不是朋友 第二次发牌的话 教授还是领先的 转牌 一张9 这给了尼卡尔布一个卡10的顺子停牌 不过 上一次发牌是不是有10啊 你给我5000咱不看合牌了 教授说你给我一鞭子去啊 合牌 我擦 Scober 我这两次发牌啊都给教授发死了呀 尼卡尔布不但没有为他的冲动买单 还获得了78800刀的盈利 这有点不讲道理了呀 有点上人了呀 有点扎心了呀 还在是背头哥呀 背头哥因为这一手牌就拿到了1000刀的小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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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这手牌 Rion卡尔布拿到了AK红桃 夹住到1000 专位安迪五六草花跟住 小猫卫的教授呢全钩做了300 汤老板抓位的78黑桃 哎呀 四百到了2万 完了 这手牌面对的 可是Rion呢 其他人的话或许会拿AK去跟住一个四百 但是Rion一般来讲是不会的 他在清点自己的家当 然后呢喊出lowin 结束了啊 没人跟得动啊 汤老板也跟不动啊 哼 学着点吧 你们 这才叫做防御啊 来看这手牌 汤老板K4CUT加注到1200 X34CUT 300到了3000 Rion老板呢再次拿到了AK啊 13000到了400 5百 教授一对6 13000 好像是有点跟不动啊 还在思考 这是想要加住吗 我觉得一对6还是4掉比较好啊 毕竟队上的是Rion Rion这家伙 好家伙有点牌啊 他就会推五百六百啊 所以教授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个五百 那么他就一定要想好对手再反推回来 他要怎么处理 还是推了 那估计这手牌又是一个大地吃了 五百到了三万三 查尔斯盖掉 Lawrence不用说 肯定走人 Rion老板不会想太久啊 他只需要清点家当 然后推出来 Rion喊出欧印 看教授的表情啊 他现在不是在想自己到底要不要跟住 他肯定是在想啊 他肯定是在想啊 我干嘛要去做这个四百啊 跟下来的话 底吃差不多二十二万加 啊 好家伙 我需要跟住十多万 这怎么又怪起查尔斯来了 他说你搞什么你做什么三败啊 你要不做三败 那么Rion的三败我就平call了 我就不会加注了 这话说的好像乍一听没什么毛病啊 但是你口袋6什么时候都可以不夹住啊 牌还是发了出来 Rion还是中了A4啊 这手牌教授如果跟下来的话 还是输 接着来往下看 这手牌尼卡尔布拿到好牌了 而查尔斯呢 K10黑桃 跟住了一万两千四百刀 周五的桌子就是恐怖啊 一个跟住呢 都比周一一个大地吃来的更大 翻牌267 Codex继续下注 这一枪只有半尺左右 查尔斯没中牌呢 黑桃只看见一张直接盖掉啊 还没有兴趣再去看转牌了 Rion的话目前一对八还是个超对 这就有点尴尬了 两万跟了 转牌 红桃勾 这牌面还是很干啊 尼卡尔布手里12万多直接推了出来 叫了Rion Rion 抵持从 从八万直接变成了十九万九千啊 说实话 尼卡尔布这个O in推的还是有一点点风险的 但是他没有看到Rion的秒跟啊 那基本就是稳了 他就是想骗Rion来抓自己是什么AK这样的牌啊 他也清楚Rion手里啊 应该是有一对啊 比七大 但是他也没法判断啊 会不会是说正好拿到一对钩啊 不过这回Rion并没有上当 咱们接着看 尼卡尔布A全红桃 枪口加一位Rest到了三千 唐伟瑞呢 嗨债位 口袋八 扩了下来 翻牌有八吗 没有 A46两张黑桃 尼卡尔布顶对大踢脚 翻后只打了两千啊 哎呀 这两千打的有点小 让汤老板看到了转牌啊 自己想要的牌 你是一万 TURN上 汤老板下注整整一个满池 尼卡尔布并不相信汤老板中牌 合牌再过 看看老汤准备打多少 合牌是奔着Ace去直接打个两万呢 还是说 呼哟 这一枪可有点重啊 第十三万 汤老板这一枪干出去五万啊 哎呦这个拿价值的方式 这不正好是尼卡尔布的招牌动作吗 完了 他要死在自己的成名招式之下了 姑苏慕容赋啊 一笔直到环石笔身 他在找让自己盖牌的理由 但是汤老板这一枪打的就很像一个破产听牌啊 很可惜 仅仅是像而已 汤老板的牌足够击败你了 那么恭喜汤老板凭借着TURN上的这张八 拿下这个十三万一千刀的破 好 特写来了 特不特写不重要啊 今天晚上尼卡尔布还是可以的 汤老板也算是给教授报了仇 来看这手牌 哎呦 这一期感觉好多大牌啊 尼卡尔布拿到了一对Ace 卡尔布的Straddle 这手牌尼卡尔布就要加注到 直接打了一万呢 佩佩的话A7 跟注一万应该是跟不动啊 安提应该也跟不动 这手牌 想啥呢 还不赶紧结束 MC佩佩佩佩的话音乐家 对哦 回头去搜一搜佩佩唱的歌 应该挺有意思 哎呦 别接啊佩佩 别接啊 完了佩佩老板做了三百 三万 毫无疑问 这三万肯定是打了水漂了 尼卡尔布手里十二万六啊 应该 不是欧印的话 也得是个八万加的四百 正常操作 磨叽磨叽 下注不要推的太快 会让对手觉得你牌太强 给彼此一个缓冲期啊 那么让对手 知道自己要下注了 给对手一点时间去做心理建设 天呐佩佩 他怎么能用A7去接一勾印呢 A7无论是对上AK 还是说对上KK 胜算都不会说太好啊 这个call我是真的有点看不懂了 好家伙 二十七万五千八百刀的底池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 这是今天晚上最大的底池了 而这手牌A7只有不到一成的胜算 翻牌一张A4掉出来 佩佩还能赢什么牌呢 转牌六或者九有吗 没有 那么第一次发牌 尼卡尼卡尔波赢了下来 哎呀这手牌佩佩直接给自己送走了 这要 本来还是水上的 这一手牌过后估计直接深水下了 好那么第二次 二五七有七 对于佩佩来讲 这也算是个好消息啊 他需要第二张七 没有了吗 同桃七已经没有了吗 那么 恭喜尼卡尔波拿下这个大底池 成为了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啊 最大的赢家 好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一期视频就暂且告一段落了 因为今天晚上的直播时间呢比较长 所以说呢 剩下的部分啊 咱们下期接着看吧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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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